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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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講了這麼多 講真如法性也好 那麼怎麼去實證呢 好 實證有幾個條件 有幾個標的要先說明一下 第一個 要有目標 也沒有說我現在要實證 我不知道實證什麼 就可以實證 不行嘛 既然要實證 那麼我們現在這個目標是什麼 標的是 當然就是這個第八是 這個真如 法性 就是我們要實證的目標 要有目標 第二個呢 要有方法與步驟 一定要有一個方法的步驟 通過這個方法的步驟 才能夠往下 有固定的 有一個方法跟步驟之後 你實證的結果 就會讓這個結果有再現性 好 不論你怎麼變 你還是有那個再現 你這一次會 下一次同樣的方法 你還是會 好 這就是實證 同時實證之後 你有變偽性 也就是你可以辨別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有這樣的智慧產生 實證的智慧 但是能不容易呢 不容易 因為如來藏很深啊 他唯性難知 非思量境界 不是一般這樣做數數學術研究 想一想 猜得就猜得出來 絕對不是 而且他說唯性難知 唯性難知不是說 好像細菌啊病毒很小很小 看不到 不是 反而是因為 他跟我們的生命現象 太密切了 太接近了 所以不容易查知 好 這個網路上有流傳的這個圖 當作一個例子 如果各位在手機上看的時候 可能看不出來 很近的看的時候 他可能看不出是什麼 在座前座的看得到嗎 後面也看得到 好 但是如果保持適當的距離 譬如說各位在後面的 欸 就可以更可以明顯的看出 原來他裡面藏了一隻什麼 熊貓 好 這只是一個例子說 有時候是因為跟你太接近了 你一定要從不同的角度 能夠 才能夠發覺到它 那麼 因此 我們才需要 慧眼 來找到這個 第八世 這個 這個 魯來賬 那什麼是慧眼呢 就像是 我們 眼睛要看到 維持的東西 需要有工具一樣 這個慧眼就是說 要讓我們的心 能夠經過斷念 具有某種能力 才能夠去體察到 才能夠看得到嘛 好 所以這個 就像是 這個舉例 要看到這個細小的東西 我們科學上用 顯微鏡 乃至於 解剖顯微鏡 好 對這個物質呢 不僅放大 我還解剖了 一層一層來看 來分析 好 也就是說 我們需要讓我們的心 意識 能夠具備慧眼的能力 特別這邊講的是定力 當有定力之後 就可以對心理 進行解剖 好 我們的意識心本身 就有它的層次結構 當我們需要 有慧眼的時候 其實就要先了解 意識心理的結構 一旦我們的定力 越來越強的時候 我們就 一層一層離開了 強烈情緒 負面情緒 正面情緒 乃至於 沒有文字 沒有聲音 沒有影像 但有保留 有這麼樣的一個了知性 用這樣的了知性 來找生命的真實 這個第八世 如來臟 這個詳細的說明 如果各位打心理解剖 這幾個字 就可以找到進一步 佛法相關的資訊 好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這個慧眼至少就是要能夠聚焦的定力 有方法有步驟就是一定有一個過程 既然找的是要找心事 所以這個過程一定要從我們自己的心開始去做起 怎麼做呢 好 簡單說 這邊很簡化來說 有六個方法 首先 要讓自己的心 能夠捨 不再為了自己 能夠捨 下一步呢 因為能夠捨 所以能夠約束自己 能夠約束自己呢 就能夠接受不同的磨難 也能夠 心能夠柔軟下來 再來呢 你柔軟下來 你的心就可以持續的用功 那你持續的用功之後 就可以靜下來 定下來 去做心理解剖的觀察 那一旦有了這樣的觀察的能力 最後就能夠得到這個智慧 而這個智慧當然是 對象是什麼 也在心 好 所以 剛剛提到的 有方法 有再現性 或許 剛剛所講的這個六種步驟等等 不是現在立即可以實踐的 那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以等一下看到 我們等一下會舉一個3D圖為例 來說明 用方法跟步驟來有再現性 好 這就是 所謂的3D圖 3D圖的意思就是說 各位看到這個3D圖啊 是不是花花的 沒有什麼3D 有立體嗎 沒有 但是 有一個方法跟步驟 特別是大家回去的時候 再練習 就可以 把這個平面的圖 真的看到它立體的東西出來 好 怎麼說呢 各位是不是看到這兩個白點 好 這兩個白點 各位先把右眼閉起來 是不是看到兩個點 好 再換左眼閉起來 是不是也看到兩個點 那請問到底有幾個點 好 有兩個點 你左眼跟右眼結合是不是有兩個點 但其實呢 你用鬥雞眼的方法 就可以把這兩個點 錯開變成三個點 其中有一個點 疊合在一起喔 因為你左眼看到兩個 右眼看到兩個嘛 你的鬥雞眼就可以達成這樣的效果 可以再練習一下喔 所以一旦你用鬥雞眼把這兩點 變成三點的時候 你整個畫面就好像拓展喔 而且不僅拓展 你真的看到的東西浮出來了 那麼各位有機會回去再看一下 你就會在這個裡面看到了一條魚浮出來喔 真的喔 各位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所謂再現性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方法喔 我下次同樣也會再看得出來 不僅如此 假設今天告訴你 這個變動的圖 可不可以看得出來 還是一樣看得出來 而且不僅看得出來喔 你發現這條魚還會流動 真的很厲害 這個就是一個 你有方法步驟掌握之後 你一定可以再現 再現性 再現這個部分 而且它還有變尾性 就是說 一旦有人 他其實不知道 他就跟你胡說 我有看到啊 這條魚 這個頭有往這邊 結果你一看就發現 根本不是 這條魚它是頭往這邊在游 你可以很明確地跟它說 不是 你說得錯 好 那麼 在於這個實證的部分 還有牽涉到 也要有聖節的智慧 那舉這個例 比如說 這個是再說一個笑話好了 比如說有一天小明 他這個考完數學題回去 就跟媽媽說 媽媽媽媽媽 我今天有個數學不會寫 什麼題目啊 就是那個三乘以七等於多少啊 那你後來寫什麼 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就填十五啊 所以這個小明呢 其實他是對三乘以七等於二十一 是有一個了解 但是不是聖節 所以聖節就是對於它實質的內涵 有真實的理解 叫聖節 所以一旦你有聖節 特別說對如來杖本身是聖節 不是聽別人講的 那麼你就會知道三乘以七 真的是多少 二十一就可以明確的 好 所以也就是說 一旦有實證的話 就有智慧去辨別真假 那各位可以看到 舉這個例 這叫黃鐵礦 好 下面這個叫真金 好 相信現在座的各位 都可以知道 哪一個才是真的 有點懷疑嗎 這個看起來閃閃亮亮的 才像是金啊 好 那另外這一個 一坨是什麼 好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有足夠的智慧 知道說原來這個黃鐵礦 叫做愚人金 好 所以就有智慧去辨別真假了 那麼一旦有這樣的智慧 在佛法上我們叫做有般若 尤其是對空的這樣的一個智慧 有般若的這個智慧之後 我們心經說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親無掛礙 也就是說 自然就會有解脫的功德伴隨 好 所以這就是你實證的一個好處 那麼除此之外 我們在為人處事 在這個人世間在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就有一個好處 擴大眼界看世界 既然我們知道這個宇宙時間空間 都是它所生的 也知道我們其實 這個生命 這個很多現象 好像也不是那麼真實 但是有一個真的 作為依靠 所以呢 你再也不是眼前的小鼻子小眼睛 芝麻綠豆的東西都斤斤計較的了 所以就能夠擴大眼界 重新用不同的角度眼光來看這一個世界 好 因此呢 附帶的就有一個好處 做好情緒管理 譬如說 今天假設真的遇到一個很不順心的事情 可能以前會一直的沮喪 一直生氣很久 但是因為你 好 跳脫了原本的這個眼界了 所以自然你很容易的搭配定力 很快就可以跳脫 很快就可以跳脫 原本這個情緒的這個圍圈 好 這就是情緒管理 好 但說到管理呢 這個實證還有附加的好處 所謂的管理 是不是有條不問不亂 好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可以解決 好 問到問題可以解決 好 那佛法裡面實證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講的嗎 法柱法位 很習慣的會知道 什麼法在什麼位置 所以是不是容易比較不亂 然後呢 佛法特別重視因果 特別是想找它的根本的因 所以是不是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好 因此它的附加好處就是 可以幫助我們做好管理 不是說我現在管理做得多好 但確實是有所幫助 那這個管理的意思是說 不管你是X等於什麼都可以 比如說你現在X等於思緒 好 對你的思緒做好管理 或者是X等於企業 好 對企業做好管理 那這邊就分享一個例子 企業管理其實是一個大學問 那企業管理裡面有所謂的倉儲的管理 也就是這個東西 貨物 產品 要放在什麼地方 有多少等等 也要加以管理 我們公司的產品是比較需要低溫冷藏的 所以我們的一個儲存的空間 就是剛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二門的冰箱 上層是冷凍 下層是冷藏 那有一天 這個同事就跟我講說 好像冰箱不冷耶 尤其是下面那個冷藏的那一個 不冷了耶 但是上面好像還可以喔 上面還冷凍好像還有還冷的 那如果是一般人會怎麼做 一般大家很直覺的嘛 不冷對不對 好 冰箱打開 調 再冷一點 對不對 但其實不然 就是因為我們會去找根本因 後來發現 其實不是這樣的 它底下那一層之所以不冷啊 反而你越調 越轉冷 它反而越不冷 為什麼 因為它的原因發生在 上層的這一個冷氣 要輸送到底下的時候呢 塞住了 你越轉越冷的時候 管線就越結冰 越結冰它就怎麼樣 越下不來 所以怎麼辦呢 好 知道根本因之後就好解決了喔 好 就是得要讓它休息一下 回溫 反而是要回溫喔 回溫之後才能夠重新啟動 它才能夠恢復它原本的功能 好 這只是說一個附加的好處啦 那麼其實呢 這個知道了這個真實的道理之後 其實對科學本身也有很大的幫助 好 這是阿因斯坦說的一句名言啊 它說 科學無宗教是 不 鼻子 不要破 掰咖啦 那宗教無科學是 瞎子 好 有一些道理喔 當你科學在發展的時候 如果沒有宗教的啟發 是不是就很慢 好 所以走起來像是脖子一樣 但是如果宗教 一般的宗教 如果沒有經過像科學這樣精神的驗證 求是的驗證的時候 是不是就像瞎子 盲蟲迷信 好 所信 我們所知道的佛法 它不是一般的宗教 它真的是很科學 講求實際驗證 實驗 實證的宗教 所以呢 反而可以幫助這個科學的一個發展 好 譬如說這個例子 這是一篇學術的論文 那這個論文的題目叫 在宇宙中的意識 這一篇是誰呢 做的呢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物理 諾貝爾講的得主 羅傑潘洛斯 好 它的結論是什麼 意識在宇宙中具有內在的角色 很不簡單 這一個學者呢 他擺脫了一般認為 宇宙研究的時候 反正就是那些物質在那邊 能量在那邊變化 他可以把意識 人的這個意識 跟這個宇宙連在一起 只是呢 意識在我們人的八個式裡面 只排第六 叫第六意識 他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接觸到所謂的第八式 也就是說 如果他有信來學佛的話 對他一定更有更多的啟發 在他的學術研究方面 那麼因此 我們就要感謝到玄奘大師 他其實在成為事論裡面 對宇宙生命的實相 做了很多深刻的這個論述跟辯證 告訴我們宇宙生命究竟的真理 所以我就會期待 自己未來 能夠更進一步 了解成為事論 成為事論裡面所說的這個 各種的這個智慧 佛法的智慧 那我也期待 我們所有的在座各位 都能夠進一步的 對於宇宙生命實相 有更深更進一步的理解 同時也能夠做好 人生管理 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智慧 好 現在想一想 我們人不是只有這一生 那麼你下輩子要怎麼做呢 打算怎麼做呢 怎麼樣規劃呢 好 這時候 宇宙生命實相的智慧 就會引導我們 下一世要怎麼去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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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